一个普通不起眼的刀将却身背黑旗义军纹身 更是手持69斤大刀铲除坚硬捍卫中粮 最后为了国家大义慷慨赴辞 在近代历史中留下浓厚色彩 西方列强的洋枪洋跑 轰开了东方睡师闭锁许久的大门 甲午战争败北后 满清政府割让台湾向日本启合 万千子民义愤填膺 自组黑旗义军大刀队 王武是黑旗军大刀队长 有一身高超武艺 愿为国家万死不辞 他带领大刀队刺杀日本司令 面对洋枪洋炮的日本士兵 此行也注定失调不归路 大刀队个个都是好汉 在他们手中 笨重的大砍刀却如同匕首般得心应手 一行人悄无声息杀入军营 却被脚下地雷阵所限制 日本士兵闻声而来 热武器与冷兵器的交战 黑旗军大刀队这边死伤惨重 队长王武飞身冲向日本司令 司令身旁士兵更是源源不断 日本司令不做义气之争 直接命手下开火退敌 人员和武器上 日本占尽优势 黑旗大刀队已然是强弩之末 王武奋然点燃火药 炸药爆炸 王武大吼转身一刀 砍下五个日兵头颅 又把手中大刀当飞镖 大刀飞尸直赐日军司令 但黑旗大刀队却是实不存一 故国飞国有家无家 天下之大却无王武容身之所 王武愧队以往部下 使他选择跳下悬崖 几年后 一边城小镇 两个人骑着马迎面走来 衣着富贵的名叫谭慈彤 而旁边则是他女扮男装的仆人 从酒精 谭慈彤此行明面上是入京任官享福 暗地里却是为了推行新政 推翻旧失利 燃起新火种 他和酒精来到一客栈歇脚 还未享用桌上美食 一群骑着骆驼的劫匪就冲了出来 劫匪并未抢家劫舍 而是喝斥镇中村民立刻收贪回家 后劫匪埋伏在镇中各个角落 强龙不压地头蛇 谭慈彤和仆从酒精虽武艺不俗 可当下劫匪并未做伤天害理之事 两人一同在客栈旁观 小镇十里外 袁世凯带新兵入境 熟读兵书的他一眼看出小镇异常 妄想身后灾民 他灵机一动 让官兵混入灾民中 用灾民当掩体进入小镇 劫匪一行再次潜伏 就是为了俘杀袁世凯 官兵虽有灾民当掩护 劫匪却不管这么多 战斗也一触即发 谭慈彤关心灾民安危 不再袖手旁观 和手下酒精一同救治灾民 一辆失控的马车飞驰 一铁匠突然出现 控制失控的马车将灾民救下 谭慈彤发现铁匠纹身 认出铁匠出自黑旗义军之下 自己心中一番大业 就需要这等意识相助 他来到铁匠铺请求铁匠出山 而这名铁匠也不是旁人 正是黑旗军队长王武 王武心中夜火已经熄灭 无论谭慈彤怎么说服 王武都不愿再次出山 谭慈彤无可奈何 留下行星之火可以燎原 便转身离去 这句话让王武深思 他改变主意带着徒弟 跟随谭慈彤入京 谭慈彤大喜过望 一旁的袁世凯也横插一脚 三人以兄弟相称共患难 王武创立强舞会 重建黑旗大刀队 袁世凯号令新军风光无限 谭慈彤着手改革新风 在一次宴会中 掏出自己毕生心血 人学 称国内已病入膏肓 一定要彻底推行变革 从头做起 让中国置于死地而后生 一旁袁世凯脸色阴晴不定 他不赞成谭慈彤想法 劝谭慈彤三思而后行 王武则当即赞成改革新风 三人也在这一刻出现分歧 昨日 王爷举办演武大会 王武也有意见识京城四大高手风范 在袁世凯介绍下断然爽约 演武大会人员聚集 以武立国的大清朝能人辈出 演武大会自然也有力可图 四高手之一的花拳王 想利用这次机会 让儿子小拳王扬名立万 穷文夫武 自古的规矩 小拳王在各方名师指导下 手上功夫自然不弱 可小拳王年轻气盛 出手不知轻重 对手已承认战败 小拳王还是痛下杀手 王武在旁看不过 出面抵挡小拳王 小拳王年纪尚轻 资质尚浅 哪是黑棋队长王武敌手 打了小的出来老的 花拳王眼见儿子不敌 愤然要和王武过招 王武只是救人 不愿意气之争 花拳王却是紧盯不放 说完便出手对敌 一边是京城闻名的花拳王 另一边是黑棋军队长王武 这场也注定是龙争虎斗 最后王武以一招之差 胜于京城四高手花拳王 王武在演武大会大放光彩 慕名求学的人源源不断 有意重建黑棋队的王武 收下一众弟子学武 王武知道众弟子武学 袁世凯陈述书中兵法 谈词同讲解改革思想 三人以各个方面教导弟子 时间转眼流逝 王爷有意收览王武三人 他与袁世凯密会用一把宝剑收买袁世凯 为求官路平坦 袁世凯自然不会拒绝 王爷通过袁世凯招纳王武 唯新派的王武断然不会加入守旧派一方的王爷 可王爷哪能放虎归山 安排日本武士踢管抢武会 随便找了个由头就要将王武抓进王府 王武不让袁世凯难做 甘愿独身入王府 此行无疑是深入虎穴 谭思同得知王武被抓进王府 向圣上请了一桩圣旨 就要在王府要人 这也导致维新派和守旧派两派矛盾再次激发 王爷觉得脸面尽失 气愤不过派人杀死王武 谭思同等候多时却了无音讯 直接冲进王府找人 与府内王爷当面对峙 伸手不打笑脸人 两人明争暗斗 可表面还是宛如老友 王爷称一将王武错杀 谭思同愤然拿刀砍向王爷 这时王武飞神出现 眼见王武无事 谭思同两人也不多纠缠 转身离开王府这个是非之地 两人决定推动改革新风 请求袁世凯用手下新军相助 袁世凯在两派游离不定 一边是谭思同的人学 一边是王爷的宝剑 他苦思到深夜 酒醉时用宝剑将人学摧毁 谭思同被以谋反罪名抓走 王武独身潜入大牢救人 将手牢的大内高手打败 就要救出谭思同时 却遭到谭思同的拒绝 他已经明悟 决定明日誓交给明日人 自己则要慷慨复义 用血激励大家刮起革命新风 王武深知谭思同用意 他们兵败已是事实 可革命的火种却永远不会熄灭 只愿化为明灯指引后人前行 王武在刑场亲自为谭思同送行 谭思同死了 谭思同也没死 躯壳已经消散 但灵魂却是永存 随后王武找到袁世凯 要用手中大刀讨说法 王爷早有所料 早已在府上召集江湖好手 王武众弟子奋勇退敌 与元元不断的官兵厮杀 王武士气一往无前 一刀将大内高手拦腰砍断 后与袁世凯厮杀 袁世凯领军打仗多年 手上功夫也不低 战斗呈现胶着之势 两人以伤换伤 一时分不出胜负 袁世凯将谭思同灵牌后炸药引燃 直接扔向王武 扑冲酒精飞身抱住灵牌 被潜藏炸药炸死 这时门外王爷爪牙聚集 王武却是呈现强弩之末 被一众士兵用洋枪挡住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王武面无聚色 奋勇冲锋 在一阵枪声中逝世 《倚刀清城》是由洪金宝指导 狄龙 关芝林等人出演的武学古装类电影 动作明星云集 武打设计漂亮 三个主角的塑造非常成功 契合了史实的背景 又表现出了英雄的悲壮和正气 虽然有杜钻戏细说的成分 但历史感凝重 家国意识强烈 让人感触历史的残酷和成败一线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一哦 梦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